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经常有小朋友问我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 0.999循环到底等不等于1呢 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搜索这个问题的话 会看到许多用初等数学的方法进行了证明 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其实必须使用数学公理化和实数的构造 才能进行严格的证明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例子 带大家了解一下数学公理化的无限魅力 为了了解数学公理化 我们首先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概念 由理数说起 什么叫由理数呢 由理数就是表示一个数字可以写成两个整数的比 如果p等于m除以n 而且m和n都是整数 那这样一来这个p就是一个什么数 就是一个由理数 对吧 就是个由理数 很显然在数轴上有非常非常多个由理数 比如说0就是由理数 对吧 1也是由理数 2也是由理数 -1也是由理数 所有的整数点都是由理数 但是不是整数的点也有由理数 比如0和1之间还有什么 还有正中央这个点1 2 1 2也是由理数吧 0和1 2之间的正中央那个点叫1 4 1 4是不是也是由理数 稠密性 稠密性的意思是说在任意两个由理数之间 任意的两个由理数之间都有无穷多个由理数 都有无穷多的由理数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由理数的稠密性 毕拉格拉斯就认为说这个数轴上的所有点其实都是由理数 由理数是稠密的 而且是连续的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对吧 我们很容易构造出一个无理数来 怎么构造呢 我们可以0到1之间的距离为边长 做一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边长就是1 于是它的斜边是多长 斜边是根号2 对吧 我们利用尺规把这个根号2画一个圆 画上去 那么这个点的数字对应的就是根号2 根号2它就不是由理数 它不能表示成两个整数的比 对不对 所以由理数其实并不是连续的 并不是连续的 这个在数学上我们称之为由理数是不完备的 所以由理数是不完备的 也就是说虽然由理数是无限稠密的 你随便给我找两个由理数 它们中间都有无限多个由理数 但是这个由理数它并不是连着的 它中间有无理数隔着 并且比如说1和2之间 它不仅仅有根号2这么一个无理数 它有很多个无理数 举个例子 根号2是在1和2中间的无理数 1加上2分之根号2 这个数也是无理数 而且它也在1和2之间 对吧 1加上2的平方分之根号2 这个数也是无理数 1加上2的三次方分之根号2 它也是无理数 所以在1和2之间其实有无穷多个无理数 换句话说 任意两个由理数之间也有无穷多个无理数 所以由理数是稠密的 但是它并不是连续的 它在数轴上是以一大堆的这样的点的形式存在的 它无限的稠密 但是它却不是连续的 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定义无理数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数学难题 以至于很多年以来 很多数学家拒绝承认无理数是数 他们认为有理数是数没问题 无理数就不是数 除非你给它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问题直到什么时候才解决呢 实际上是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轰轰烈烈的数学公理化运动开展之后 它才真正解决了 从第一次数学危机发现无理数 到最后无理数被解决掉 一共花了2000多年 那么数学公理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数学公理化是指从第一次数学危机 人们讨论根号二 第二次数学危机人们讨论无求小到底是什么 人们就觉得数字需要基础 你必须告诉我数字到底是什么 就像欧基里德当年那几何原本里面写 从五条公社推出其他所有结论一样 那数到底是什么呢 对吧 那么为这件事做出贡献的有很多人 比如说有这个科西 有这个康托尔 还有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叫做戴德金 我们通过戴德金的这种方法来思考一下数学的公理化 戴德金分割 戴德金 德国数学家 他是高斯的学生 也是黎曼和迪利克雷的这个同事 那么戴德金这个人他提出了一种方法 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构造一个实数 我就告诉你实数是这个样子的 以后你就承认了无理数它就是数了 说怎么怎么弄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一个数轴上 应该有无穷多个有理数点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理数点 有理数我们一般是把它写成Q 戴德金说你这样 你把这个有理数分成两段 把它中间一切分成两段 一个集合是A 一个集合是B 这个集合A和B之间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它的分割方法 分割成A与B 是吧 分割成A与B 并且有个特点就是A交B是空极 A交B是空极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A和B没有重复的元素 你把有理数的点分成了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一个是A 一个是B 它们没有重复的元素 但是A并B它却必须是有理数 也就是说A和B的元素加出来 它刚好等于有理数 相当于中间切一刀 不仅如此 它还有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第二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假如有一个元素A 它是属于第一个集合的 有一个元素B 它是属于第二个集合 显然意见小A和小B它都是有理数 因为A和B是在有理数集合上分割出来的 那么则一定会有一个结论 A小于B 那这就说明其实就是A这个集合 它是在B集合的左侧 好 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分割 我们就称之为戴德金分割 这个分割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在0这切一刀 0左边的是一类 0右边的是一类 对吧 你可以在2这切一刀 你还可以在√2这切一刀 所以戴德金分割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这个分割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第二个 我们来说一下分割的结果 戴德金经过讨论说这个分割结果有以下的这么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第一种可能叫做A中有最大B中无最小 有人说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A中有最大B中无最小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把A集合写成这个样子 一个数字它是有理数 但是这个数字它小于等于2 这就表示所有小于等于2的有理数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时候A集合中最大的元素是不是就是2 对吧 这叫A中有最大 那B呢 B我们自然而然要把它写成X属于Q并且X大于2 对吧 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B中没有最小的 因为B中的最小元素是大于2 它没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这个图上画的话 大概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A这有一个石芯的点 表示A中有一个最大的元素 而B没有石芯的点 B这一端是没有点的 就说明B最左端没有元素 它没有最小 这是第一种可能 叫A中有最大 B中无最小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叫A中无最大 A中无最大 而B中有最小 就把它反过来了 那显然意见 我把这个等候挪后面就行了 对吧 A集合是小于2 B集合是大于等于2就行了 在图上去画A中无最大 所以A这一端没有点 而B中有最小 B中是这个样子的 好 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是A中无最大 B中也无最小 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 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举个例子 比如我让A集合写成一个数 这个数是有理数 并且这个数字它小于0 或这个数字的平方小于2 这是A集合 咱们看它是负数就是可以的 它负的有理数是可以的 它如果是正的有理数的话 它的平方要小于2 那也就是说 其实表示的是A小于√2 对吧 我们再来看B B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叫x是有理数 x大于0 并且x的平方大于2 好 那实际上它表示的就是x√2 咱们来看这两个集合 这个集合其实就是在√2那切了一刀 而A中有没有最大元素呢 它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2它不是有理数 A和B都是有理数的一个分割 对吧 B中有没有最小元素 它也没有 因为它最小的元素是√2 但是√2它不是有理数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画图就两端都没有点 两端都没有点 可能有同学说那还有第四种情况 什么第四种情况呢 就是A中有最大 还有B中有最小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A中有最大表示这个A集合它有一个点 最大的元素我们可以设它为A B中有最小 最小元素我们可以设它为B 咱们看 首先A和B能不能是公共元素呢 不能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A交B是空级 对不对 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了A不等于B 既然A不等于B 根据我们刚才所说A和B都是有理数 A和B都是有理数 所以A加B除以2怎么着 也是有理数 但是A加B除以2这个数 它既不在A中也不在B中 这样一来就跟A并B是有理数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矛盾 对吧 矛盾说明什么 矛盾就说明第四种情况其实是不存在的 你不可能分割的时候分割成这种情况 于是只有前三种情况了 前三种情况中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 切一刀端点会出现有理数 对不对 而第三种情况端点没有有理数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刀正好从两个有理数中间的空隙钻过去了 这就说明有理数其实中间是有空隙的 谁去填补这个空隙呢 戴德金说我们可以定义一种数叫无理数 无理数就是有理数的什么空隙 因此他通过这种办法就定义了无理数了 戴德金说我可以通过戴德金分割定义全体实数 我擦一下黑板 那么戴德金就说 对 我通过这种分割的方法就可以定义实数了 也就是有理数 有理数的全体分割 有理数的全体分割就构成了实数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把有理数进行戴德金分割 有可能这个分割点它是个有理数 对吧 也有可能分割点不是有理数 如果分割点不是有理数我们就叫它无理数 现在我把所有的分割点都给我加起来就构成了实数 每一个实数其实对应了是一个戴德金分割 那我们可以想象既然有理数它是有空隙的 我们切一刀下去有可能会切不到有理数 那实数有没有空隙呢 它是不是连续的呢 戴德金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定理 他说我们可以通过推理的办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我们对实数进行分割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我们对实数进行分割的话 我们这个分割点就只有1和2两种情况 1 2两种情况 你对实数进行分割 要不然这个左边的这个集合A还有一个端点 这个端点是个实数 要不然这个集合B还有一个端点 端点是实数 不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 两端这个点都没有最大值和最小值这种情况 这个不存在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对实数的轴上切一刀 一定能够切出过实数来 而不会切出一个其他的新的数字来 因此实数是什么呢 实数是完备的 实数是完备的 其实也可以叫连续的 但是比较好的说法是完备的 于是我们也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实数是一个连一个把这个数轴整个填满的 但是有理数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实数的公里化 其实实数公里化有很多种方法 除了这个戴德金的这种方法以外 康托尔和这个科西也自己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通过数据可以证明它们之间都是等价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解释我们最开始要说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要证明一件事 0.999循环到底等不等于1呢 我们要证明这个数它确实是等于1的 我们怎么证明呢 我们刚才说过 每一个戴德金分割对应了一个实数 这两个数都是实数 所以它一定对应了有理数的戴德金分割 我们要把有理数进行分割 分割有理数 把有理数可以分割成什么呢 比如分割成A和B这两个集合 它对应的是第一个数字0.999循环 我们也可以把它进行C和D分割 对应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 那么这个A和B C和D都怎么定 显然一见我们可以定义A是这样的一个数 它是所有的这个数 这个数是一个有理数 并且这个数它小于0.999 这是A B我就不写了 自然就是大于等于 对吧 那么C我们又可以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X X是有理数 并且X小于1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戴德金分割 这个是第一种分割的第一个集合 这是第二种分割的第一个集合 现在我想证明 这两个数字是一个数字 就是要证明这两种分割是一样的 我们要想证明这两种分割是一样的 就要证明这两个集合是一样的 我们怎么证明这两个集合是一样的呢 我们看我们要证明 A集合是完全等于C集合的 怎么证明 第一步 我们在集合A中取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它是集合A中的元素 A的集合是每一个元素都小于这个数 所以自然这个数就小于0.999... 对吧 不管0.999是到底等于1还是小于1 T现在是小于0.999 所以T一定会小于1 对不对 T小于1它就满足哪个定义 满足第二个定义吧 所以T是集合C中的元素 好了 我们看如果T是A中的元素 T就一定是C中的元素 就说明A中所有元素都是C中的元素 因此A是C的字集 我们再反过来看 如果有一个元素它是C中的元素 也就是说这个数它是小于1的 我现在要证明它也一定会小于0.999 我们怎么证明这件事呢 不要忘了T是个什么数 有理数 对不对 所以T可以写成P和Q的除法的形式 P和Q都是整数 这个数它小于1 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P它是小于Q的 两个整数 而且P小于Q 于是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数字进行变形 叫做1-T等于1-P除以Q 通分等于Q分之Q-P 我们知道Q比P大 对不对 所以Q-P比1大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1除以Q 对不对 好 不管这个Q是什么 我们知道总能找到这么一个自然数N 使得10²这个数肯定可以比Q大 我总能找到这样一个数 不管你这个Q是多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数 10²它是小于Q分之1的 我们把这两个结合一下 也就是说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自然数N 使得1-T它大于等于Q分之1 也就是Q分之1又大于10的N自方分之1 大于10的N自方分之1 所以T就会小于1-10的N自方分之1 1-10的N自方分之1得几 得0.99…9 几个9 N个9 对不对 小于这个数 而这个数只有N个9 0.99循环它是无限多个9 所以它小于0.999… 这点 于是得出结论T其实也是A中的元素 如果T是C中的元素 T就一定是A中的元素 所以说C是A的子集 A是C的子集 C又是A的子集 因此怎么样 A等于C得正 也就是说这两种分割是完全一样的 每一种分割对应了一个数 两个分割一样 说明这两个数一样 所以这个式子得正 多么漂亮的证明 也许有人会说 明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 你怎么搞得这么复杂 在这里我必须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古希腊有许多的先贤智者 他们会讨论比如说阿基里斯能不能追上乌龟 戈豪尔到底是不是数 这样看起来毫无意义的问题 他们认识到有的时候经验并不是真实的 而推理和证明更加可靠 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革命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欧吉里德写成了几何原本 从几个公社出发演绎出整个几何学大厦 而亚里士多德又建立了自己的逻辑体系 他们都是古希腊先贤的优秀代表 这种思想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繁荣起来 也使得欧洲成为近代科学的中心 有时候科学家们研究数学科学和哲学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 或者他们能带来名誉财富和地位 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有趣的 他们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这个世界 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 科学家们有时候很像是登山者 有人问第一个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乔治 马洛里 你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呢 马洛里说 因为他就在那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